给你们看啊,这个是葡萄树 不是吃的水果葡萄的那个葡萄 是草子头那个葡,然后桃子的桃 然后它长的葡萄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 我揪一个回去,开一个给你看吧 哎呀,它自己掉下来了 然后啊,那就来就来了吧 我们就一个都别上,都拿走吧 然后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啊 我现在还没有洗,我也不打算洗了 因为这个东西就除了被雨浇之外 也没伤过化肥,也没搞过什么 是一个很无公害的这样长在自己院子里的这个水果 然后可以听到晃一晃啊 这个壳跟胡是分离的 然后闻着呢,是一种酸酸甜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我现在把它搞开 这东西我吃过啊,我们院子里这个还行 隔壁院子那个不好吃 但是今年这个长得特别大 哎,就是刚才听到声音,就这个,就这个胡 然后这个东西能吃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这个皮儿啊 略带一点色味儿,然后就是酸酸甜甜的这样的味道 在广东的话,很多家都会种这个东西当做绿化的这个植物 还是不错的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微致小白 与我活动 拜拜 刚拍完视频之后我就觉得太好吃了 我觉得应该把它收走 渐渐的滑浓化是吧 树上熟很难得 哎,哎,一看这个就不行 这个就被虫柱了 哎,这个太生了 哎,还有里边的 这个又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咬了 这个也是,你看有个虫子洞 哎,被咬了 这个嘞,这个好像,这个还可以 哎,找一找没了,那就能吃的 都摘走了,剩下就只能看它逐渐的熟了